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 让我讲讲胃强疲弱 首先讲这个问题前先问问大家 你知道什么叫胃强疲弱吗 如果你是成年人 你平时食欲好 能吃容易饿 吃了也容易不消化 打嗝胀气基石 便秘或者大便成羊食蛋状 或者大便前肝后吸 那你就是胃强疲弱了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 小孩子平时口臭 容易基石 总想吃东西 嘴巴不停 便秘或者羊食蛋便 或者大便前肝后吸 这种也是胃强疲弱了 这种小孩还有脾虚的表现 比如容易生湿 湿气重 脾胃就会更差 所以这类孩子的体质很不好 常常表现出脸色黄 身材瘦小 孩子长期脾虚导致体质变差 就会动不动生病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 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胃强疲弱呢 第一呢可以看大便 大便不规律 要么几天一次 要么一天拉两三次 大便要么肝硬 要么糖蟹不成形 第二呢可以闻口气 胃强疲弱的人特别容易上火 比如长期口腔溃疡 嘴巴动不动就烂 经常有口臭 眼屎 舌苔厚腻 也容易便秘 接着咱们再说胃强疲弱怎么办呢 胃强疲弱气是多是因为胃阴不足 胃有虚火 比如咱们要煮饭 炉子下面的火要和锅里的水差不多 饭才能做好 锅里的水就相当于是胃阴 胃阴 如果锅里的水少了 锅身就会被烧得滚烫 锅上面就会冒热气 反应在人身上就是 胃就会表现很亢奋 胃口就会变大 就会总想吃 但吃下去后 胃阴又不足 不能够把食物腐熟透 匆匆忙忙就扔给皮了 皮又韵化不了 结果就变口臭 口腔溃疡等问题 因为胃阴不足 消化不好 皮须 然后积食 接着就是肠道积热 便秘 羊食蛋 趴睡 倒汗也来了 又因为中胶脾胃堵着气机不通 很容易出现心肝火旺 脾气急 脾气暴躁 入睡困难 那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滋味阴 降味火 比如可以参考养胃舒克力 搭配上健脾的森林白竹伞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请不吝点赞